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小鱼人又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强大的AI工具 那它的名字呢,叫Pro AI 那么这款AI工具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 比我们想象中的一个用途要多得多 那这里呢,我们都可以通过GBT来了解 那Pro AI是一款什么样的AI工具 那Pro AI呢,它是一款变相创意专业人士的一个AI设计工具 它用于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游戏设计师和产品开发者 那它提供的功能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可以从左侧栏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草图渲染、AI图片生成、一致性渲染 那么高清放大、涂抹替换、尺寸外扩、局部、草图渲染 图生视频、纹生视频、那照片转线稿、创意融合、AI建筑生成器 等等它的功能真的非常的多 那不管你是要做视频、做动画、做设计都完全没有问题 不管你是拿来工作 你还是拿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之前呢,小鱼儿也给大家介绍过两期 给大家讲过两期关于这个Pro AI的一个AI图片生成 以及一个纹生视频和图生视频 这里我都会把相关的Pro AI的链接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 感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的小鱼儿就不再给大家讲那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那么今天的小鱼儿就着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Pro AI最新出来的一个功能叫一致性模型 那么如果说你对AI感兴趣的话 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我也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你如何获得金币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首先呢,这里我会把这个Pro AI的一个注册链接放在描述栏 大家先打开这个链接跟着小鱼儿一起来操作 并且我也有放一个优惠代码 那大家可以使用我的优惠代码可以免费兑换20个币 那么你现在可以暂停你的视频打开描述栏的链接 输入优惠代码跟着小鱼儿来一起操作 那这里呢,打开链接之后呢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英文界面 Pro AI它还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置 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中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像地图一样的 我们点一下 我们把语言先给它切换成一个中文 OK,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非常熟悉又亲切的一个语言了 中文,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免费试用 那这个时候注册也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通过你的一个邮箱进行一个注册就可以了 或者通过你的一个email 我这里用邮箱,点击一个登录 OK,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就登录进来了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有你的一个头像 就代表你已经登录进来了 那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你常用的一个工具 那么AI图片生成 那很多时候呢,小鱼的一些图片呢 都是用这个Pro AI生成出来的 那么你想在里面呢,换图换背景 AI超模 你要给这个模特换装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这些每一个功能呢,它都非常的好用 每一个功能呢,都非常的实用 不管你来自哪个行业,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那这些功能都值得你去试一下 那今天这些功能呢,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演示 我们着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一致性的模型 OK,我们的鼠标回到左边 可以看到这一排功能这里呢,有一个一致性模型 那我们就点这个 或者说你通过这里有个AI工具,点开 那在这里面呢,也能找到这个一致性渲染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里呢,点击一致性模型 那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小鱼生成出来的一个 通过我的一个图片啊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一致性的啊 不同角度的这个房子的一个图片 那么呢,还有这里也是小鱼生成出来 关于动物的一致性的一个 不同表情的一个图片 那这里呢,还有关于人物的 一致性人物的一个图片 有了这个功能哈,我们做很多图片的时候呢 就方便了许多哈 接下来呢,我就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来操作 首先呢,我们先回到这个首页 点击这个一致性的模型 那这里呢,你需要上传你的一个创建一个模型 这里点击这个加号 那这里呢,还是回到左边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样式参考 我们在这里点这个加号 需要上传一个参考图啊 这里点击上传图片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上传一张美女的图片 OK,这里输入 与参考图可以看到 输入与参考图相关的提示词 那么这里你也可以简单一点哈 尽量我们用英文来输入哈 这里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用这个谷歌翻译 把它翻译一下哈 一个面带微笑的时尚女模特就这样啊 我复制一下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给它 粘贴到这个里面 那接下来呢,这个是第二步 这个是第三步啊 第一步呢,先上传图片 第二步呢,写一个相关的一个提示语 第三步呢,我们需要填写使用的场景 比如说在这里呢 这里输入一个中性色调 这里呢,它是需要三组场景的一个提示 那这个第二个,比如说你用的是什么风格 什么设计 你可以跟它说一下 那这里我写一个时尚女装 时尚模特设计 这里呢,写一个现实拍摄 OK,这里需要至少要填三个啊 才可以啊 这里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使用场景 你还可以点这个添加 不需要的情况下就点这里给它删除 那接下来我们点这个训练 这里需要稍微的等待一下 那么这里相关的注册链接啊 刚进来的朋友呢,可以点下面的注册链接 那这里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啊 它会告诉你啊怎么样 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OK,我的这个模型已经训练出来了 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点一下这个图片啊 那你点了之后呢 它会放大 任意点其中的一张图片都可以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次生成啊 这边选好的你可以在这里再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这里比例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可以点这个刀三角 我们给它选成一个16比9 或者选一个9比16 那么再点开始生成 稍微等待一下啊 生成的时间呢 大概是一分钟左右啊 OK,因为我刚才把它生成了一个9比16的图片 它现在我把它放小一点 在这里还有两张没有生成好 那这里呢,我把比例给它改一下 改成一个16比9 OK,这里生成好了 我们这样往下看一下 这是第二张 不同表情啊 我写了,这就有两个表情 那么你想要的一致性角色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让很多人都头痛的一致性的角色呢 今天这个Pro AI呢 帮我们完美的解决了 OK,这里生成好了 我又换了一下 看一下它的一个不懂表情 非常的完美啊 比如说喜欢这张图片 你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下载 点这个预览下载 它就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面了 点击这个下载 我们点这个插给它关掉 那它除了人物可以生成一致性 那么其他的 其他的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动物呀 或者物品 或者房子这些呢 它一样可以帮我们生成 不同角度的一些 场景图 这里我们再点击这个 首页点 这里一致性 我们重新再来创建一下 点击这个创建模型 添加一个图片 点击上传 那这里呢 我上传了一个房屋的一个图片 这里我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提示词 明亮夜光下的房屋 明亮夜光下的房屋 我这里把提示词给它 粘贴进来 这里使用一个 那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建筑物了 这然后我就会用 我用的是一个极简主义建筑 夜晚的背景 我这输一个巴黎建筑 OK 然后点一个训练 OK 可以看到这里生成出来了 我这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它呈现出来的 是不同角度的一个风格 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夜晚啊 明亮的一个夜晚 这里有个月亮 可以看到 这里有灯光 那么这是第二张 也是一模一样的 有这个月亮 这个房屋 看一下这一张 它也是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风格 是非常的相似的 这里呢 我们在开始生成 这里选一个1比1 那这里你也可以改 不同角度 点击一个开始生成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风格 是没有变化的 它的房屋呢 在角度方面呢 会有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非常适用于 我们做设计的朋友们 OK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有月光下面的一个房屋 这个是呈现的是另外一个面 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也是呈现的是不同角度的 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个呢 是针对一个建筑物的 接下来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动漫人物 应用到不同的场景 有很多伙伴来知道 在做一些漫画视频 我们还是点这个一字形模型 点创建模型 这里点一个加号 选择上传 那么这里呢 找到一张动漫风格的一个图片 点击打开 OK这里呢 简单的描述一下 一个动漫 日本动漫女孩 走花园里 这里一个女孩走在花园里 日本动漫风格 OK 然后这里把它复制过来 把它添加到这个里面 那么场景这里 我选择一个简约大方 人物 这里我写个人物在中间 OK 点击一个训练 那大家可以看到出来了 一个女孩走在这个房屋 可以看到 这旁边是房屋 这边是花园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完全保持了人物的一致性 这个模型训练出来之后 我们在这里再选一个比例 可以选1比1 这下面你想要什么尺寸都可以 点一个开始生成 当然这里你是可以改的 可以看一下 你这里可以改 比如说走在乡间小路上 那这里我改了一下 小女孩扎着马尾 蹲在地上 风格没变 我再点击生成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这一章已经生成好了 OK可以看到 那人物呢 还是这个人物 出现了她的一个背景 这里呢 她又背上了一个小书包 我的提示词里面有人物在中间 可以看到 她的人物就出现在这个中间 那这里呢 就简单给大家讲了一下 她的一个使用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里面呢 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 一致性的角色 可以看到 一个风格 生成出来不同的一个动物 同样的风格 可以看到 生成出来不同的一个动物 这里也是 那同样的风格 生成出来不同风格的一个房子 同样的一个风格 画出来不同的一个人物 这个就是一致性角色 生成出来的 我觉得效果真的都非常的不错 这里可以看到 风格一样 但是生成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对于我们做设计的朋友来说 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棒 这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她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场景 那我们呢 也可以来学习 他们的这种场景 使用的一个方法 刚才小鱼做得非常的简单 那么如果说 你想生成这种类似的 或者说 你不知道怎么使用 那这里面 我们可以先进来 先来学习一下 比如说这个 我们点开看一下 那这里呢 她使用了非常多的一个场景 看一下 她添加了很多的场景 那么我们可以多看 多借鉴 然后来生成出一个 你想要的图片 OK 那今天小鱼呢 分享了就给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 最后呢 大家可能都很好奇 她的一个收费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你生成这些图片 她要用到的呢 都是我们的一个金币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左下角 这里有个价格看一下 有一个免费的 可以看到了 免费用户呢 每月呢 它是有10个金币 在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点击我的一个注册链接 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优惠券代码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免费用户 它的一个主要功能 这里呢 可以看到基础版 它是一个个人使用的 每月呢 仅需19刀 它下面呢 有非常多的一个功能 每个月呢 它是有500个金币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标准版的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用的 就是这个 用的这个标准版 每月是39刀 它每月呢 有2000个金币 乘以2000乘以2个金币 2000乘以2个金币 它还有一个商业授权 它的功能呢 更多 更实用 一般情况下 建议大家呢 后期你用的可以的话 也可以考虑来订阅 这里 如果说你长期需要用的这些工具的话 那也建议你呢 可以使用支付 可以看到按连支付的话 可以节约26% 每月下来呢 29刀 只需要29刀 并且这个29刀呢 它是可以商用的 这个基础版呢 它是没有商用的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清楚 那如果说你只是平时 自己这样玩又玩呢 偶尔来画个图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 做成一个你备用的 一个AI好用的工具啊 因为它确实里面的功能太多了 那你还可以这里啊 可以邀请你的朋友 可以看到 在这个右下角这里 邀请你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免费获得金币 我们这里点开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呢 邀请朋友 双方都可以获得免费金币 那你点一下这个按钮呢 这里呢 就会有你的一个分享链接 那么你把它分享给你身边 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通过分享到Facebook 来赚取一个金币 这里相关链接啊 我已经放在了描述栏啊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OK啦 今天呢 小鱼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